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路一路 去到六十年前 昆明街头废品回收站 出现了一些碎图片 再一次 令到大家想起了那个 传说当中的古典王国 一九五三年 雲南昆明街头的废品收购站 零零声声地出现了一些 秀迹斑斑的青铜器 这些神秘的器物 和学者不知的 中原青铜时代的文明 并没有太多关系 但他们的身上都散发着一种 很神秘的气息 一种来自一个 未知而古老世界的气息 吸引着大家的注意 在亏民的市场上有一些青铜器 在出售 有古董商就把它看到了以后 就把它送到神布馆去鉴定 神布馆的老师看到这些东西 感到很奇怪 这些青铜器在全国都没见过 但是感觉这个青铜器的年代又非常早 这些青铜器到了文明反指的手里面之后 他们一看就知道 是一些很值钱的古董来的 但是又说不出 这些器具究竟是什么 著造于什么年代 资料显示 在四千多年前 中国就开始进入了青铜器时代 之后大概发展了一千五百年 据闻 那个传说当中的古颠角 就是有着非常厉害的青铜器 著造技术的 回头再看下今次出现在昆明街头的青铜器碎片 这些这么独特的青铜器 会不会和那个传说当中的王国有什么关系呢 云南的青铜器比较早的发现是 大概在三世纪三十年代 日本人曾经在云南发现过几件 就是青铜府青铜剑之内的 然后在四十年代英国大英博物馆 也收集过一批云南青铜器 大概七十多件 在文物市场上一直流通一些神秘的青铜器 就这些花园也很早见 在其他地方也见得不多 大家都知道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农民或者是一些文物贩子 就是发现的 早在五十多年前 云南省甸池附近的耕地 就已经被当地的村民开发得七七八八了 为了获得更加之多的土地 不少村民开始上山 在山上开放种地 这一天 当地的一位村民背着草头 往附近的石寨山就走过去 在伴过了几个山窝之后 它来到了一块稍微平整一点的土地 然後他又拿了一個床頭 在地上不斷地挖一挖 挖一挖的時候 他似乎挖到了一塊很爛的石頭 他仔細一看 在土坑的底部 有塊東西這麼有趣的 看真點 有些像是屠冠的碎片 於是這位村民 就丟了一個床頭 蹲在土坑面前 仔細地望了起來 但是左看右看都看不出什麼名堂 雖然知道這座石寨山雖然不是很高 但是平時又沒有什麼人來的 也沒有聽說過有什麼人在這裡住過 為什麼會在這裡出現這些類似 家裡用的圖冠碎片呢 而他的直覺告訴他 這一塊碎片有點詭異 但是最終他還是決定 一定要搞得清楚 他很小心地散開周圍的禮 把這一塊破碎的圖片拿出來 在這個時候他就想起了 之前好像曾經聽人說過 也都是有人在種地的時候 發現過一些很古舊的東西 當時他並沒有留心 所以也不敢肯定那些所謂古舊的東西 是不是就是眼前的這一塊碎片 雖然他總是覺得 這一塊他掘出來的東西 忍忍若若之間有些邪門 但是他最終都是把這塊圖片帶回家 那不然家人會害怕 他就把那塊碎片藏在床底下 幾天之後 偷著家裡沒有人 這位村民就來到床前蹲下 伸了手去床底下 黑暗之中 將那塊不如耐力的破圖片 淋了出來 拿著自己的毛巾 一層一層把那塊圖片包到陷了 之後又很小心地把它 收起來在自己的胸口裡 然後我走出去了 為了搞清楚這塊圖片的耐力 他找到了當地一位民事專家的家 專家一層一層地打開了 包在外面的毛巾之後 當專家看著眼前這塊圖片 他也很震驚 這一塊圖片 跟他們之前看到的 那些流通在昆明市面上的 青銅器的工藝很接近 或者就在這一塊圖片身上 可以找出 留在他心中多年的謎團 為了要得到這一批文物出土的線索 專家就出了很高的價錢 買下了這一塊價值 並不是那麼高的碎圖片 同時 他又裝作不覺意地 就問一問那位村民 那塊圖片 你哪裡找回來的 那這樣 最後 那個藏在專家心中 很多很多年的謎體 被這位村民解開了 之後 陳布管的老師就帶隊到軍林調查 在梁王山一帶 沒有調查到 但是梁王山旁邊的石在山 就發現有大量的村民 手中有青銅器 和當時在布管看到的青銅器是一樣的 他們就認定了 石在山應該就是這些青銅器 所出土的地方 隨後 專家馬上就開始了滑掘工作了 但是一切並沒有想像之中那麼順利 專家他們連續掘了幾天 最後掘到了一些比較小的墓葬 以及一些很普通的陪葬品 除此之外 並沒有太大的收穫 不過之後 整件事就有轉機了 就在他們清理了一座小型的墓葬之後 一座大的墓出現在他們面前 一大一世兩座墓 竟然是堆疊在一起的 考古人員就將這一座大墓 命名為 似墓墓 1955年的時候 銀蘭省博物館對石在山進行了第一次發掘 當時發掘出土的兩座墓 墓裡邊其中的愛好墓也是一個大墓 墓裡邊就有一些青銅器 這一次石在山的考古滑掘 完全改寫了古魂藍的歷史 這些出土的青銅器製作非常精美 造型也都相當獨特 極其富有民族特色 而且有不少的器具 就連見多色港的老專家都聞了未聞 其中有一件的器具很奇怪 他們大勢不一 文色圖騰都不一樣 而奇怪的是 他們裡面都放滿了貝殼 對於考古隊員來說 以青銅器作為陪葬品的墓葬 其實是不算少見的 但是這麼大批的青銅器 都用來放海盃 這樣就真是少知有識了 究竟一個器具會是什麼 什麼叫儲貝氣 顧名思義 就是用來儲存貝殼的器物 那究竟這些貝殼 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寓意呢 一般來說 陪葬品大多數都是金銀珠寶 但是那些貝殼你看起來 又不是首飾 又不是裝飾品 這是什麼 普普通通的貝殼 難道比金銀珠寶更貴嗎 這位器當時作為財務的象徵 裡面裝的都是錢 都是貝幣 都是當時的錢 所以當時作為那個 只有一定級別的人 大墓裡面才出土珠寶貝氣 很少知有的 真的 因為已經算了 會被你好 那些操作為貝殼 不會有抗物 那些操作為貝殼 好 會被緩貝的 我問三 那些操作為貝殼 很多東西 已經沒有了 那一棵 反而 其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海貝 为什么会出现在云南的墓葬之中呢 云南它虽然地主内陆 但是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海贝 这就设置到可能云南和当时南方丝绸之路 这条线的一个文化交往 沙漠往来 我们猜测这些海贝很可能就是通过云南 到缅甸印度这个方向就过来的 背壁南方丝绸之路 有了这两个关键词 就成为了我们推算 务主人年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有资料就显示了 背壁在商代那时候是港帷流通的 包括了云南在内的西南南方之地 一直到唐代仍然有部分的民族 用着这一样背壁的 另外 目前热界普遍认为 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闭年代 是在先秦时期 那这个务主人的年代就可以缩小了 缩小到秦到唐代的这段时期了 刚才我就留意到 周所长说过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说 具有一定级别的人 但务里面才可以出土储备器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 所谓的储备器上面 找到务主人身份的 一些蛛丝马迹呢 在这些储备器当中 有一件造型很独特的 厘氏储备器 它的顶盖是有人站在马上 而且整个都是金色的 在青铜器当中 见得非常不凡 经过专家测评 骑士的金色是南金 是一种很繁殊的工艺来的 那么这一件呢 就是刘金骑士储备器 那么它是属于树妖型的储备器 是非常特殊 而且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它是用金粉和水银 用1比1的比例调制而成 然后反复地刷至器物表面 然后再进行一些加工和烘烤 那么在这个烘烤的过程当中 水银蒸发了之后 金粉就附着于器物的表面 那么就形成了现在的这个颜色 除了制作的工艺很复杂 这件储备器上的奸牛造型 和老虎造型都很特殊 它了解 老虎和牛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当中 是有特殊的寓意的 牛是财富的象征 而虎是权力的象征 而且在旧镇斯云南这里 牛和老虎的图案 就不是一般的大户人家你想用就可以用的 就像龙的图案 在古代是天子的专属标志一样 只要这样看来 这位务主人的身份 非常苦可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在进行八华观众的考古 抖了新的发言 他们在六号墓里 找到掌握印章 而正正就是这一枚印章 就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 那究竟这一枚印章 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呢 在这个地方 那么就是第二次发展的六号墓坑 当中里面就出了一个电玩经营 很显然 这些的赔藏品 已经将他务主人的身份表露无疑 这么多的贝币 这些这样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的 牛虎土腾 还有那一枚举世无双的颠王之印 所有东西都指向了同一个人 他是谁 大行动 刚才我们说到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之下 云南省考古队在滇池附近的石寨山 画出了大量造型好奇特的青铜戏 其中呢 有一件叫做储贝戏 这批的储贝戏呢 不单是做得很漂亮很精美 而且还刻着象征财富和权力的牛虎土腾 而他上面还在满了当时极为稀小的贝币 然后在这个古墓群当中 又挖出了一个金印 金印上面就刻着四个字了 这一切都很明确地令到毛主人的身份 指向了同一个人 谁呀 颠王常疆 古丁国不再是一段传说了 这么久以来 丁池附近都流传着古丁国的传说 传说当中 在丁池附近生活着一个 依水移居的移族先民部落 后来慢慢就形成了古丁国 但是有关于古丁国的记载 除了司马迁在西方 做起来要评传的东西 我这边在马迁在共产党的路上 都并没有 整个贝壳 从长远塞后 都把他们评传的地方 都跟上过云党的地方 都是我们要评传的地方 也没准备 尹径近说 所以要为贝壳的相证 还可以化 对外开放的 那个程度是非常大的 里边记载的很清楚 就是楚人专条来到了滇国 来到了滇池地区 滇进来滇国 这是史书里边记载的很清楚 虽然 司马仙 实在三考古 专条文化的考古来看 能够明确支持这个 专条入巅 专条建立了巅国 这个问题的材料 还不是特别多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专条已经建立了巅国 但是说楚文化 在巅文化里边 留下了一些东西 留下了一些影响 这个是可以承认的 这个是绿条线的 不吝华 我们对外经写要 那是也有历史的 这是绿条线的 那行為 我不喜欢 那我 同时 有一种 分headed 对 但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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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bye.